眼前的孕妇发出七彩的叫声 整整生了三天三夜 财产下一对双胞胎姐妹 更绝望的是 大女儿刚出生就领了盒饭 就连自己都因为难产离开了人生 只有聪明的观众发现了 医生带走小女儿时 一旁的大女儿悄悄睁开了眼 眼眶里边还多出了一个瞳孔 时间来到15年后 台北市某市级首富 廖振富被下属发现死在了办公室 法医的初步鉴定表示 他是困在冰水里淹死的 可室外的明明是40度高温 员工们纷纷热的汗流加倍 在经过一系列的尸体检查后 法医在他的大脑发现了不知名的霉菌 由于医术还比较薄弱 警局只能吃重金送去国外鉴定 可没多久 类似的命案再次发生了 美女下班后正在美滋滋洗澡 谁曾想 沙发上闲置的报纸居然冒出了火花 女人出浴室一看 自己困在一片火海动弹不得 慌乱中打去电话报警求救 可来不及了 熊熊大火吞噬了她 等警员和消防员赶来时 女人已经完全沦为一具交尸 可环顾四周 分明没有火灾的任何迹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更离奇的是 死者居然是第一起命案中 受害人的情妇 这就惊呆了 我们接着看 下一个被害人的身份是米国牧师 案发现场中 他的肚皮被狠狠切开 内脏肠子都是被清洗后重新塞了回去 缝合的伤口上还有一个诡异的符状 三个案子的相同点是 鼻腔检测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霉菌 涉及到歪国人 美方连忙派来佛波勒凯文协助调查 叫又一位名叫老黄的警员对接 当然不是因为他英语好 老黄原本是刑事组的重要成员 可多年前 举报了同为警察的小舅子贪污受毁 对方显然无法接受15年的劳犯 挟持老黄的女儿报仇血恨 可在子弹弹出的瞬间 却转弯打死了自己 虽然女儿没有受到身体伤害 可内心却受到惊吓 再也无法开口说话 从那以后 老黄几乎处处受到同事们的排挤 也从刑事组调去了后勤组 恰恰是这样一个生活家庭一团糟的警员 收拾了这场烂摊子 实在太诡异了 女子浴缸泡澡 家中却燃起了熊熊大火 报警后已是无处可逃 等她弃绝身亡警方赶来时 环顾四周 丝毫没有火烧的痕迹 可女人的头发没有任何损伤 类似的命案一场接着一场 40度高温被冻死的全是首富 宅在家里被开膛破肚的神父 凶手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警局的大佬围坐在一起 却是无计可施 谁都不愿惹祸上身 于是 被同事排挤家里嫌弃的老黄 成为了最佳选择 他和凯文携手展开调查 很快便有了新发现 在三起命案的现场 都找到了隐秘处装有重生霉菌的钢珠 这种霉菌一旦进入人体 就会让人产生幻觉 以为自己正在经历冻死或者烧死 难怪现场会没有火灾的痕迹 就在这时 老黄发现了牧师符咒上的奇怪之处 连忙找到宗教院士询问情况 对方面露南色 这种符号名教勾叠 换言之就是阎王爷的催命符 一般会从当地名教真仙观的道观可以找到 接着把碑文和图形叠在一起 正是妇庙警望四个字 分别对应妇商 情妇牧师三人 因为基督刚传进中国时被称为警教 可还有一个人呢 果不其然 大街上发现了第四名死者 名教陈两望 是一位逼死父母的不孝子 而尸体里的心脏早已是不翼而飞 实在太奇怪了 四十度酷鼠腹伤被离气冻死 刚出狱的花季少女被活活烧死 外籍神父被开膛破堵 唯一的线索便是伤口上的宗教符号 警员一行人赶紧来到道观搜查 很快便发现一批沾有血迹的凶器 正要脱回警局问话 可搜尽道观地底 他们发现一个包了皮的妙龄少女 身体完全沦为真菌的培养女 正是三场命案中死者体内的梅菌 逼问之下 其中一名信徒抗下了所有罪责 主动申请吃劳饭 却怎么也不肯交代犯罪动静 老黄内心却很清楚 他们是为了得到成仙 受害人的死状正好对应了道教中 寒冰玉 火坑玉 抽长玉 弯心玉 而最后一玉则是不信鬼神的跋涉 完成这五玉才有机会得到成仙 本以为破案了的两人疯狂庆祝 谁曾想 隔天一早 老黄却发现凯文死 正是死于跋舌之行 一番调查后 她的敌枪内也发现了梅君 顿感不妙的老黄马不停蹄来到医院 却根本没有包皮少女的踪影 没办法 只能再次赶回道观 密室中大量的梅君跳路 料灵少女早已等过多时 老黄举枪正要射击 女孩眼珠一转 居然出现了两个瞳孔 没错 她正是影片开头的双胞胎妹妹 姐姐得到成仙 妹妹只能慢慢修炼追赏 随着梅君的吸入 老黄的眼中出现了幻觉 女儿再次被挟持 可子弹并没有射片 女儿离开了人世 妻子受不了丧子之痛 也跟着自杀 老黄精神激进崩溃 颤抖地跪在地上 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 女孩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激怒老黄 也让她开枪打死自己 完成修炼的最后一步 因为老黄是拥有 少阳太阴特制的人 死在她的手下 就能摆脱肉体非肚成仙 与此同时 改变小舅子子弹 轨迹的也是她 避免老黄精神崩溃 选择自杀 当然 她的目的答案 成功死在了老黄的枪下 而老黄也因为 吸入过多霉菌 昏死了过去 警员赶来时 已是无力回天 事与多年的女儿 趴在她的身边 第一次喊出了爸爸 这声呼唤成功 将跟着女孩生仙的老黄 拉回了人间 电影就到这里了 成仙还是做人 你更倾向于哪个呢 快去评论区 打下你的答案